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视频 这是我是刚刚找到的一个演示 是Technomatics在TeamCenter界面 那么这个TeamCenter界面呢比较特别 它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 它登录之后呢用的是ActiveWorkspace 我们简称AWC 当登录进去之后 这个时候的界面就是AWC 嵌入在Process Simulator里面的一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不再是我们TeamCenter的传统的经典客户端 或者叫Punk客户端Porto 它这个整个的界面都是AWC 那么这个AWC的界面呢 它比较好用 它是那个纯Web界面 那把文档打开之后 在Technomatics里的使用呢 它跟常规意义的 这个就一般的单机版啊 或者是这个 Empower服务器版就或者有的叫PDPS 没有本质的区别 它主要就是跟文档的交互 以及这个资源库 我们讲叫3PR模型里面的资源库 那现在就是在搜索资源库 那搜索资源库的界面呢 也是AWC的风格 所以这个风格 这个界面用起来非常的 感觉非常亲切 会用浏览器就会用 我们的TeamCenter的基础环境 所以不管是打开一个做好的项目 或者是在这个项目进程中 去查找资源库 都是非常的便捷 所以不再需要传统的经典客户端 或者叫胖客户端